《經濟日報》今早推介中石油857 減選原因是新冠變種病毒Delta疫情 在不少地區爆發 令市場憂慮 全球經濟復甦的勢頭受阻 為多個政府有去年控制疫情經驗 加上不少國家和地區 自今年初開始分批為市民接種疫苗 預料疫情不會像去年那麼嚴重 有加難以大跌 而南籌股中石油857 股息率達到7% 可以幫讀者等待股值復收時提供防守力 歲眼早前報告預計 新疫情不會改變油價上升的趨勢 至於經歷去年富油價事件衝擊的石油股 在油價回升的帶動下 業務明顯暴入復甦 股價有望進行股值復收 回股中石油在上個月下旬公佈 截至今年6月底中期營業額 按年上升兩乘八至11965億人民幣 並且規轉型賺530億4千萬人民幣 中期每股債派13.04分 較去年同期大增4乘9分 受到業績理想的帶動 中石油股價升穿至7月初 因為新疫情陰霾而展開的下降軌阻力 另外回顧由中石油上個月下旬公佈中期業績後 有11間券商給予中石油目標價 平均值大約4.64元 較中石油上個星期收市價高約3.6元 乘以消費後 我可以做到一段時間